娱乐尖锋 二位修比 冷热酸甜 想吃就吃 您现在是要看到的是由冷酸林快明播出的 娱乐尖锋 娱乐虾喜八面通 哈喽大家好 我是孟佳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今天是周迅的42岁生日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 他一直都在恒电拍摄如意传 如果说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今天他就可能要在剧组来庆生了 但是呢好友黄晓明和陈坤呢 都是纷纷在微博上发出了祝福 并且配上了之前和他合作过的 电影电视剧的剧照 对此呢网友也是纷纷表示 回忆杀 周公子一直很美 好兄弟一辈子生日快乐 周公子永远美下去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祝福周迅 42岁生日快乐 同时呢也期待你的如意传带给我们惊喜了 那么接下来呢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首先来回顾一下过去24小时的娱乐资讯 张一新回应机场晕倒 事情一多就忘记睡觉 上周二张一新通过韩国仁川机场前往日本 在搭乘飞机之前突然晕倒 据现场粉丝爆料 张一新晕倒后周围有人向张一新喂水 但一直无法恢复意识 最终被医护人员用单架抬走 出国形成取消 对此SM公司回应 张一新是因为睡眠不足而昏倒 医生表示好好休息就无大碍 目前已经接受了治疗并在宿舍休息中 25岁的张一新也已经不是第一次晕倒了 早在五个月前在录制综艺节目极限挑战时 张一新也曾晕倒 吓坏了现场的工作人员 最近张一新现身某活动谈及身体 张一新直言 谢谢粉丝朋友们的关心 我以后会努力 会把睡觉放进日程里 确实事情太多了就会忘了睡觉 而谈及私底下的爱好 他直言 出了音乐 我没干什么别的事 一直在工作 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张一新 也实在是太拼了 即使在韩国人穿机场晕倒后 他也只是休息了一天 就继续工作行程 最高纪录 一个月曾经有25次飞行纪录 长沙小骄傲 工作的同时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才行 黄子涛忍至尊宝 自己的喉装造型可帅了 爱情魔幻电视剧 大话戏油之爱 你一万年正在热拍 近日剧组开放了媒体谈班 黄子涛以正等一众主演戏书到场 一起和媒体分享了 拍摄的心得和趣事 剧中黄子涛饰演至尊宝孙悟空 这也是黄子涛的电视迎品首秀 肯定是认为我自己是完美的 肯定是认为我自己是完美的 想当年 电影版大话戏油的爱情 曾经感动很多人 此番在电视剧中 黄子涛饰演的至尊宝 和赵毅饰演的紫霞仙子 也将上演一场 男相爱男相恨的悲情虐心故事 当日探班现场 黄子涛和赵毅正在上演一场 至尊宝骗取紫霞仙子月光宝盒 为了救回自己妻子白金金的戏份 有很多很经典的东西都被 很完美的保留 没错 从目前曝光的剧照来看 只看到了黄子涛扮演的至尊宝造型 未见猴装造型 对于大家都很关心的猴装造型 黄子涛直言 自己的猴装造型可帅了 张毅谋妇女城包克隧档 老毛子在女儿 懂得和演员沟通 张毅谋女儿张默指导的 奇幻爱情喜剧 28岁未成年 近日发布了角色海报 作为张默导演的处女作 28岁未成年将于12月2日上映 该片根据同名小说改编 电影中妮妮扮演女主角 和霍建华扮演的高富帅 王大璐扮演的机车少年 上演了不少暖心又搞笑的故事 你老公是谁啊 大方话自来 刚才还说我是女男生 阿福到门死 希望一直这样看 这是张默首部导演的电影 上演时间又和父亲的长城很接近 老毛子和小默子 这对妇女即将一起征战贺岁党 张一谋曾经赞张默很懂得和演员沟通 而张默也表示 很感谢曾经在父亲剧组中的积累 让自己在独立担任导演时 对全局能有更好的把控 看来这两妇女是要承包 今年的贺岁党了 情分编辑整理报道 在去年湖南卫视推出了真正男子汉第一季 是以全新的大秦国防教育主题节目风貌 接地气的综艺影视手法 任务性无声 为大家送上了一份既有教育意义 又精彩好看的军事类主题节目 那么今年的第二季空军片也将热血上映 杨敏 孙杨 黄子涛 佟丽亚 蒋敬夫 李锐 沈梦辰 张岚兴 这八位是性格各异 那他们也是深入到了一线作战部队 经历了真枪实弹的操作演练 就在今天上午呢 真正男子汉第二季召开了媒体见面会 揭开了神秘面纱 蒋敬夫 彭丽亚 杨敏 今天早上真正男子汉第二季空军片开播发布会 在长沙圣觉飞斯大酒店举行 杨敏 黄子涛 蒋敬夫等七位嘉宾正式亮相 唯独孙杨因为有事没能来到现场 当天就在节目组的统一安排下 明星们和在座的媒体一同观看了第一期前40分钟的正片 不过由于节目还未播出 又是国防教育题材 军事内容上担心有所泄露 因此看片时不允许有拍摄 虽说正片不能拍摄 但先锋记者看完40分钟后 觉得这季加入的女兵环节是一大亮点 他们在面对教官卸妆的要求下 去顶着烈日素颜训练 并且一来就是高强度严格训练 男女的无差别对待 女兵们的真实反应 让观众惊讶又期待 目前节目已经录制有段时间了 从未在画面上看到自己样子的明星们 在今天看片会上也是深有感触 我没有想到进了部队第一天就会卸妆 因为其实也都知道我才生完孩子半年 我就跑去了 然后脸上都斑了 然后就是全都跑出来了 而且我们当天脸上卸完妆之后 连乳液什么化妆水 任何东西都不可以涂 就在看眼睛暴晒 看到地面就过敏了 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挺惨的 家里也有人是当兵 我爸爸已经也是海途 所以就是对于部队的生活 其实他们都了解 但是也特别开心这次被进去部队 然后做一次完全 跟我们任何生活都不一样的一种体验 因为如果不是因为这一次的话 不可能我们会经历这么多女孩子 女演员来说脸就是命啊 脸都不要了 我觉得挺难得的 女兵的加入让观众看到了 什么叫做真正的女子汉 这季男子汉蒋进夫 孙杨黄子涛和村长李锐的加入 也是让大家看到了和舞台上不一样的他们 一直被称为耿直播异的黄子涛 在进入军营后性格一如既往 在面对严厉教官面前 黄子涛的言行举止 反而是成了对里的搞笑担当 看着傻蒙真心情的踏实 现场的媒体是被他吸引 想必节目播出后 许多观众也会对他刮目相看 黄子涛在我们第一期当中就已经有了一个绰号 叫做俯卧套 因为一期的节目有限 一天的时间有限 所以因为他总是在不断犯错 所以基本我没受到惩罚 所以你们才能看我活到现在 就真的是从一个野马到一个真正的DM这样一个状态 不抛弃 不放弃 坚持到底 是看真正男子汉节目说过最多的一句话 这也是观众需要学习的精神 而第二集空军片将会在本周五晚播出 看男子汉和女子汉们 如何成长为一名真正的空军军人吧 咸丰记者长沙采访报道 真正男子汉第二季 本周就要正式和大家见面了 如果关注喜欢的朋友 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长沙音乐厅 关注一场特殊的音乐会 这个叫做孟之义的艺术团呢 是来自长沙市特殊教育学校的 那这些呢 并不是他们的第一次表演 他们是在俄罗斯索契第九届 世界青少年合唱大赛中 获得金奖之后 才回到家乡举办了专场音乐会 那他们的特殊又表现在什么样的方面呢 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 近日长沙音乐厅迎来了一场特殊的音乐会 这场音乐会在一片黑暗中开场 二位观众带来表演的 则是长沙市特殊教育学校 一支梦艺术团里 一群有视觉障碍和听力障碍的学生 正常表演分为我们听世界 你是我的眼无声舞者 友情世界和和谐家园五个篇章 既有合唱和歌舞 也有钢琴四首联谈 这群特殊的表演者们 为到场的观众 献上了一场与众不同的音乐世界 咱们的声音乐 一支梦艺术团成立于2005年 由学校视障、听障、智障三类学生组成 现有演员150余人 艺术团成立以来 获得国内外荣誉无数 今年7月 视障学生合唱团还参加了俄罗斯 索期第九届世界青少年合唱大赛 并获得了金奖 17岁的视障学生古宇 如今是艺术团里的一员 他告诉我们 自己最开始生病的时候是很封闭的 是音乐和老师让他渐渐地打开了心扉 其实我是后天生病导致生物失明 生病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很封闭的 不想和大家说话 但是后面我觉得 幸运音乐给我带来了快乐 所以我也很希望把这份快乐 传给更多的人 在孩子们表演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台山和台下总是有老师 戴着发光的手套 受护足导的 为正在表演的听障学生打节拍 节目开始和结束期间 也总会有老师领着视障学生 走到表演的规定位置 身为艺术团团长的李金一说 举办这场音乐会 老师和学生都不容易 但能借用音乐表达出 孩子们心中的感恩 传递一份温暖 这场音乐会就有了意义 他们非常非常想感恩 但是因为他们有各自的局限性 所以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感恩 他们就会说 我们也不会做什么 但是我们想把我们真正的音乐 带给大家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这个音乐里面 不只是一首歌 这里面就是一种力量 在这里 我们想参加 就是举办这样场音乐会 是想把他们的力量 带给更多更多的人 也是回报社会的一种方法 我觉得 李金一说 孩子们需要的 不是等着大家去送铅笔和本子 他们也是社会的一份子 他们也需要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孩子们受到了社会的关爱 就希望用音乐回馈大家 传递温暖 让所有的人能够感受他们的快乐 咸丰记者 长沙采访报道 没错了 每个孩子都是音乐王国的天使 给孩子们一个展示的舞台 他们就会绽放出属于他们的光彩 想必昨天在现场的各位观众 是感受到了他们的力量 因为长沙音乐厅 是有史以来做得最满的一次 而且很多市民都是通过演出信息 慕名而来的 演出完毕之后 也是被打动不已 通过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我们也是感受到了 孩子们的实力和力量 是不容小事的 在这里我们也祝福他们 可以梦想越飞越高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完了 上半段的娱乐新闻 就休息一下 来看看今天晚上的宵夜 我们的咸丰记者 跟大家推荐吃什么好吃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庆园小区的附近 已经衍生出了一条 热闹非凡的美食宵夜街 搞烧烤的 煮鱼粉的 甩飞饼的 让人是野花缭乱 而这条街上最热闹的地方 当时这家吃吊锅的宵夜店了 刚走到门口 咸丰记者就被吓到了 这是吃宵夜吗 这阵仗简直是流水席啊 店子里里外外六十桌 太热闹了 门口小哥也不断地热情 招揽客人 店里服务员忙得跑了起来 这边桌子还没有收拾好 又有客人走了进来 而已经上桌了的客人 已经开开心心地 享受热气腾腾的吊锅 就路过呀 然后我看到人 他家人最多了 第二个是服务 服务好 第三个停车 这方面都觉得很舒服 我家居住的 老板什么好不都不想 客人所说的老板娘 正是这位忙个不停的胖姐 胖姐脸上总是笑容满满 而且笑起来好爽大方 胖姐说 这么多年 他家店里的客人 真的是对他好 有时候夏天晚上忽然暴雨 客人首先就想到的是 他的钓锅 而不是自己的东西 真是让他觉得 既感动又好笑 有人说为了吃他家的东西 真是钱是欠了他家的 他人一下雨 先把多时拿起来吊锅 吊到他房子里 掌在那墙壁下面 也是 我就是过多年来 我的顾客的 我的房子是比较多的 因为比较干的 有些人 就花上四个小时 都吃到我屋里来 掐一场房 他问老板娘 我十年去花 走一两个小时 到你屋里 回来到你屋里 家长吊锅 我真的不疑的 他15岁就从农村出来 在饭店打工当服务员 那时候是1994年 他的工资是每个月60块 十年前 他到广西帮朋友管理餐厅 认识了同样来自农村 出来打工当厨师的老公 之后两人转转了深圳 太原 北京 最后两口子还是回到了长沙创业 提起当时找店面的情况 胖姐竟感慨当年的苦日子 也知足地觉得自己很幸运 我以为我个老公 本来都是大根 没什么不愿意的事 我们代表这些 鱼的建议也不是很多 有些人的黑带的电子也不可能不 刚才是我们两个新孩子不 找过来也不愿意 离屋里他原来也不信不 所以做早要找个国际园 经过我的家父跟我弟兄 他说你家在部门口找到门门 养着我两个新孩子爽的 我相亲也是的 当年找好门面 夫妻两人就在一位 一样老板的介绍下 学习做起了吊锅 看看每个客人桌上的吊锅 就知道了 这个是有多受欢迎 但胖姐说 店子一开始其实只有五种吊锅 而这秃肉吊锅 则是吊锅中的元老和工程 靠着他 店里的生意上了正轨 越走越稳 首先往锅里倒油 然后把姜片和兔肉混合进行翻炒 等兔肉炒得刚刚变色 就马上放入八角 辣椒酱等调料 用大火尾上一小滑 等汤汁煮到兔肉里面 差不多就可以将兔肉 放在铺上了洋葱的吊锅里了 除了兔肉吊锅 吊锅跳水鱼 也是店里的热门菜品 师傅先会将一斤六两左右的草鱼 煮熟放在吊锅里 然后再开始做汤汁 用小米椒和大蒜爆香 然后再加入野山椒等配料 不断地爆炒 最后将汤汁浇到鱼肉的缝隙之间 这道菜就算完成了 店里用好菜招待客人 客人也会善待商家 当然进入餐饮这一行并不容易 做餐饮做了二十多年的胖姐说 店子想要长久 最重要的就是舍得 只有舍得用好油 舍得用好食材 舍得卖力干活 才能得到永久的顾客信赖 如果你舍不得还不如不开店 我老板我问你舍得我 因为我跟别人打 跟打过我 想你舍 就是因为我的老板舍不得 你如果舍不得 好东西把别人抢 我把你走得再好 你的东西不好的话 别人抢一回事 觉得舍得当地 这不得来的 这餐饮这几百年 要舍的原因 在聊天下 是真的重要的 是的 舍得舍得 有舍才有得 也许只是抱着一份 敢于舍的心态 才能享受得的幸福 先锋记者 长沙采访报道 既然说到了我们今天的美食 是吊锅推荐 在这儿孟佳也多说两句 这最开始 吊锅是山里人 长期生活在高山密林 物质匮乏的特殊年代 遗留下来的独特餐饮方式 如果说追索他的历史 最少也是在 一千多年前以前了 在漫长的冬季 山民们是一边在火塘边取暖 一边吊上一个铁锅 吃饭的时候将烧熟的主打菜 加上电锅菜配在一起 家人和来客围坐在火塘的四周 烤火吃菜续化 喝酒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现在确实天气在慢慢地转凉了 吃点热乎的东西 确实也是挺舒服的 如果说大家想知道具体的位置 了解更多的美食资讯的话 就可以嗓聊一下 我们电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 不过同学也要提醒一下各位 这宵夜虽然是很好吃 但是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了 那么接下来再带各位来看一条 关于小矽谷演员的新闻 近日由湖南电视剧频道 推出的小矽谷白色传 火爆网络 这部剧是凭借着对经典作品的 神花园和小矽谷们的精湛演技 网络开播三小时 播放量就突破了一千万 总点击播放量突破了一亿 而最近千万网友关注的 就是这群小矽谷可圈可点的演技 从神态到动作 从台词到枯戏 让网友直呼真是花式吊打 现在的一众年轻演员 小矽谷白色传是湖南电视剧频道一档综艺节目 小矽谷孵化而出的高质量产物 盖栏目是一档小孩演大剧 演经典学经典的节目 剧里的小演员都是6到12岁的孩子 近日小矽谷白色传 即新剧发布会在长沙举行 总导演湖南电视剧频道总监潘李平 是带领着一种小矽谷 出席了首次的媒体见面会 面对外界对节目成人化 拍戏耽误孩子学习的质疑 导演就表示 小矽谷中小孩演大人 是表演的创新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素质教育 像白色传中的骨肉团圆 父子之情母子之情都是最基本的东西 他们能懂 小矽谷栏目之前还推出过刘三杰 普郭 红湖吃味对等作品 据悉目前小矽谷系列正在拍摄花不兰 而市医院预计将改编拍摄经典电视剧西游记 希望这些小演员们能继续带给我们惊喜 新闻编辑整理报道 好的 看完了这些可爱的小戏果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老演员 转眼间已经到了十月底 没有了国庆假期 电影市场是新片乏力 但是几部老片却是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 湄公和行动目前的票房是9.5亿 卖出10亿的大关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于是在这个时候漫威新片奇异博士 是在昨天宣布 定档11月4号和北美同步播出 神探夏洛克里的卷服 也会在片中饰演一个高智商的医生 昨天导演也是带着重主创 空降在了上海 红毯自拍直播 玩的是不亦乐乎 昨日超级英雄电影奇异博士 在上海举办首映发布会 导演斯科特·德瑞克森 显男女主角 卷服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 和第二达斯文顿经验两相 奇异博士作为漫威电影计划中的全新系列 讲述了曾经是一名外科医生的男主角 在车祸之后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双手 为了治疗 他踏上了前往异国他乡的旅程 旅途中却意外成为了拥有超凡魔力的至尊法师 凭借神探夏洛特走红的康伯巴奇 在中国拥有着极高的人气 中国粉丝亲切地称其为卷服 此次康伯巴奇在片中饰演的奇异博士 是和神探夏洛特完全不同的角色 首次出演漫威的英雄片 卷服直呼相当的刺激 而对于美国队长和钢铁侠 奇异博士站哪边的提问 卷服也认真给出了回答 除了卷服 本片的女主角来头可不小 曾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的蒂尔达斯文顿 在片中饰演神秘的魔法导师古一法师 细路极广的他曾经出演过各类角色 但出演超级英雄电影还是第一次 奇异博士中 他更是以光头造型亮相十分的惊艳 被记者问及和卷服合作的感受 正要回答的斯文顿 却被康伯巴奇抢过了话匣子 影片将于11月4日全国公映 实力强劲的主演阵容 加上擅长指导魔幻惊悚题材电影的导演 斯科特·德瑞克森 相信奇异博士一定不容错过 前方编辑整理报道 自从过了徐一之后 好像最近一段时间 没有什么好看的影片出现了 确实也是期待有更多的影片 可以入驻到中国的大陆电影市场 比方说11月4号的奇异博士 还有就在下个月 千呼万唤使出来范爷的新片 《我不是潘金莲》呢 都是让人等得好辛苦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休息一下近段广告 马上回来 雪比雪比 阿贝雪比 冷热酸甜 想吃就吃 您现在是有看到 是有冷酸明快明播出的 娱乐尖风 娱乐虾气八面通 大家好 我是孟佳 今天节目呢 马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不过节目的最后啊 我们要送上的这首歌曲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好听 它是一首来自张艺兴 生日当天公开的 个人solo专辑抢听曲 What You Need 那么这首MV呢 仅用了21个小时的时间 就在YouTube平台 突破了100万的点击 并且在美国 iTrance MV 全分类榜排名第三 也是中国歌手 目前为止 在美国的榜单上 取得的最好成绩了 一直以来呢 张艺兴都自成是长沙小骄啊 我觉得以后 简直是中国大骄傲了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就一起来 好好的欣赏一下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 继续不见不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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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na na Woo na na Baby 听你声 Watch baby 听我的音乐 围绕起跑 special day Come crazy I'll find the love 人群一一眼就能看到你 自在照明天 万民转通 方向就像你 加速心跳 假装无形 其实很在意 别几乎微信的美丽 深夜的红酒飞 没什么能够逼得 像我散发的香味 我在寻找 我在寻找 哪里有 让我今晚来play 我还在哪个位置 等待你实现 爱就像被死给你 叫来人虚伪 Woo baby 压着肚子好敢向你靠近 Baby you go me crazy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 你的眼前变得双肩 留下我的硬件 留下我的脸头 我再走向前 请不要把我拒绝 Oh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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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e my little lady Oh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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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ways got me waiting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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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I like a little feeling I go one two I want to step Girl dream Yoda Wo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